賴院長 來 來 賴院長 賴院長 交接應訊 我要再一次向賴院長說聲 謝謝你感恩 謝謝你過去500多天來的承擔 還有無私的奉獻 暫時的休息 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暫時卸下重擔 是為了挑更重的擔子 我確信在你未來 一定會在 壯大台灣守護人民的道路上 再度和大家相逢 繼續為台灣人民服務 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讓全世界都能夠看到台灣 我也要向 新任的蘇院長說聲 加油 提取蘇院長還有新的行政團隊 努力完成總統交付的任務 讓台灣的經濟更繁榮 社會更安定 人民更幸福 我要祝福蘇院長率領的團隊 未來做事情平安順利 接地氣圓滿成功 重新贏得台灣社會的信任跟支持 是 上個禮拜五在總統府 總統公布之後 蘇院長馬上 捲起袖子 彎下腰接地氣 而且短短的時間內 成功的援覽了三位 直轄市市長級的人才加入團隊 陳其邁 林佳龍還有李孟宴 加上原來的事務團隊 行政院的團隊 我相信 蘇院長的做事情 會做事 接地氣的內閣團隊更勝以往 但是我現在我的笑容 比蘇院長還燦爛 哈哈哈哈 蘇院長加油 團隊加油 台灣社會 有許許多多的人 無時無刻 在各個地方 都在為你們加油 加油 加油 謝謝大家 今天 接下行政院長的印象 內心 滿滿的戒慎恐懼 只有當過院長的人 才知道這個硬性 有多沉重 擋著擋子 跟卸下擋子 正是不同 賴院長不只笑容 比我燦爛 而且一個在看電影 一個在煮歌 就是明顯不同 現在賴院長 有很多的經驗 我也在這個基礎上 也有很多 接續要做的工作 現在我已經不能再 塗脫空眼或者 只有在自己理想的環境中 來做事 我知道 現在就是 捲起袖子 就撩下 但還希望賴院長 隨時 人家不記得這個影子 我在這裡 抗著動彈 也希望 隨時指教 謝謝院長 李誠 請副會長官起立 武長歡迎 陳副總統 及賴院長 教育部部長交接 請姚代理部長 新任潘部長就位 請代理新任交通部部長 預備 交接應姓 交通部部長交接 請王代理部長 新任林部長就位 請新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預備 交接應姓 請 交接完畢 謝謝林部長王代理部長 請赴位 交接應姓 交通部長王代理部長 請教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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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部長